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2月19日 星期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財政預算案的最新發展 大家知道昨天才爺陳某波正式啟動財政預算案的公眾資訊 重點落在千億財赤 不知是否言下之意就在千億財赤看來難以全民派錢 看來這次紓困的措施很多都是一線之隔 若然民情不夠堅實 就是擔心財政預算案未必會有相關的安排 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最新的發展 也說說千億財赤之下為何都應該派錢和各位一齊了解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最新報道 財爺陳某波就說2022年經濟估計負增長3.2% 財赤高達超過1000億元 預算案同時開展公眾諮詢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就在下年2023年2月22日發表 財政司陳某波發表網誌就說 預算案目標以前瞻視野為香港在復常之路加強經濟恢復的動力作出部署 陳某波就提到了2022年經濟預計會出現3.2%的負增長 本年度財政赤字將會超越在1000億元的水平 但估計明年的經濟活動將會陸續恢復 報導內文也提到了 陳某波又說在社會逐步復常經濟稍穩之際 不少市民仍然期望逆周期措施當中有著相當的紓困部分 但在經濟部向復甦之時同樣有迫切的需要增撥資源 力求藉助這處復甦的動力加速推動經濟發展 讓香港未來的社會和經濟建設更快速、更有力、更穩妥 財政預算案即將出台的陳某波指已啟動了財政預算案的公眾諮詢工作 裁爺陳某波已經正式啟動了財政預算案的公眾諮詢的環節 重點落在財赤有機會超過1000億元 大家知道昨天也有消息指 有些出席過諮詢會的與會者認為政府應該要減少派堂 收窄派堂範圍和受惠群眾 在說派少些錢、派少些給一些人 在說全民派錢有機會凍過水 那些人給予這些意見 可能那些人就不是基層市民 不是普羅大宗 在說現在的財爺意見很兩極 有人贊成派錢、有人反對派錢 而現在指反對派錢的聲音好像佔多些 因為中官各大傳媒報道 蔡爺也強調蔡赤有機會超過1000億元 曠仔以前做過議事堂也做過扶貧委員會 給一些意見吧 因為現在是公眾諮詢期的開始 還有時間 不過至少要給各位網友有個宏觀的看法 第一件事 今年沒有貧窮報告 不知為何 扶貧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突然煞停了 沒有貧窮報告 今年你會留意到 沒有了一宗新聞說香港有多少萬人是窮的 加因這個第五波疫情過後 經濟一定是更差 去年政策加入過後也有超過100萬香港人是窮的 今年有機會更嚴重都說不定 但這個數字無從稽巧 因為貧窮報告不知去了哪裡 此其一 第二就是在議事堂的經驗很簡單 錢去了哪裡 剛剛才宣佈有消息指01收到封 就說明日大雨5800億港元 如果貪婚20年的話 每年我們都要付300億 只是這個計劃每年分20年都要300億一年 還要不算其他基建開支還有很多超支等等 那些錢其實拿回來派就很小 但現在就在說財赤所以不派錢 旺仔的理解派錢是最直接令市民受惠的 以前有一種說法的就說派錢不能夠改善那個貧窮率 誰知道去年就自打嘴巴看數據 派錢反而有機會直接改善到貧窮率 死了沒有 因為以往通常都說不要派錢 變成服務或者其他東西 可能對那個整體結構有幫助 但是看回現在最直接的看來都是派錢還富於民更好 如果不是錢放在財政儲備又拿了不知哪裏做一些大白帳 現在眼前的問題就是財野站得不太穩陣 相對於去年 在去年的時間當時社會面對剛剛爆發的第五波 而財政預算案正在第五波中間發表 結果當時拍一萬元的消費血 今年情況很不同 一來就說2022年經濟估計負增長3.2% 財赤超過1000億 那你說這是不是壓力? 是壓力 但是計我們說在壓力之下一樣都需要派錢給市民 澳門就是這樣做的 賀一成就宣布了明年一定派錢 不知各位網友怎看 這段時間我們都會勤力一點 去緊貼著財政預算案的發展 始終現在建制裏面有分歧 有些人就反對派錢 若然社會的聲音已經不夠多了 若然沒甚麼聲音的話 都很擔心到其實紓困措施的部分 不知會剩下甚麼 另邊相提醒各位 盧友記 急症室最近迫滿人 因為寒冷天氣警告之下求診者大震 來自有線新聞的報道 報道的內文是 近日天氣寒冷急症室求診人數大震 伊莉莎白醫院急症室迫滿輪候的病人 醫管局指九龍部分急症室 非緊急患者要輪候長達7至8小時 形容情況不理想 主要是由於近日天氣持續寒冷 求診病人大震 部分病人有氣速和低溫症的症狀 加上新型肺炎病人對急症室救成重大壓力 呼籲傷風感冒或其他輕症患者 到私家診所求疑 屯門醫院急症科部門主管劉柱良是這麼說的 相對來說 非新冠病症的病人其實我們看見都多 天氣轉冷的時間 誘發了很多呼吸導疾病或頭暈心臟病的病人 其實都是會來急症室 相對來說兩方面形成了壓力 變成急症室的壓力比平時嚴重了 輕微的傷風感冒 如果沒有特別的氣速 那些病人其實可以先看私家醫生或政府門診 當然如果情況較差 不能夠吃東西 老人家等等 其實如果頭暈氣速 這樣來到急症室我們做一個評估都適合的 各位路友要留意 急症室爆滿佳因寒冷天氣之下的求診者是大增 若然傷風感冒的話 看來去私家診所看座才會比較好 另邊雖然說說交通事故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道 吐露港公路有兩格貨車撞 車輪起火部分行車線封閉 報道的內文是吐露港公路發生交通意外 警方是今天下午2點16分接報 指吐露港公路有兩格貨車撞 其中一格貨車繼而撞向路中間分隔的石膊 車輪起火 使用上述路段的駕駛者要留意 拍攝短片的時間看來現場仍然有阻塞 雖然說說這宗消息 有位七十多歲的婆婆是遭到假兒子索取10萬元保釋金 所以報警 天徒之電打算再騙30萬被當場拘捕 報道的內文是駕駛警方在12月16日接獲一名76歲的本地女子報警 指早前接獲一名自稱是她兒子的男子內電 聲稱自己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被捕 要求報案人付10萬元保釋金 報案人付錢過後和家人聯絡懷疑受騙於是報警 報案人在12月17日再接獲一名男子內電 對方用同一種手法要求報案人到指定地點交約網30萬元 保釋金 報案人懷疑有責於是再報警 警察在同日下午就在博文街一個單位 拉了一個32歲的本地男子 這些騙徒食材滋味 因為講解騙了婆婆後她給了10萬元 於是就覺得這個婆婆應該好好騙騙多次 不夠保釋金不夠給多30萬元 結果這個婆婆就聯絡家人再報警 各位老友記者幫幫幫忙 留意一下身邊有沒有朋友 收到這類電話就以為情況是真的 通常跟家人聊聊天就發現那些騙徒 來來去去多個幾招 我是郭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好嗎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